謝偉銓議員 最重要的是可以令香港的政改向前邁進 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寫下歷史性的新一頁 相反,方案若果被否決,不少市民希望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願望將會落空 政改被迫原地踏步 這樣實在是很多市民不願意見到的局面 希望反對的議員能夠以大局為眾,順應民意,通過今次的政改方案,以免令港人盡輸 主席,過去多年,香港的政改都是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六十年代以前,在殖民地專權制度之下,不單止港督系列英國政府委派 所有公務員和司法人員,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 立法會要到一九九一年,才有地區直選的議席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進一步推動民主政制的發展 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席,也都增加到目前的三十五席 而人大常委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號的決定也都講明 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 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即是如果香港能夠在二零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在二零二零年進行的立法會選舉,便有可能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這個普選的時間票是清晰的,至於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 比起回歸前的香港總督的產生,在民主發展方面是有大進步的 如果今次的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全港五百多萬合資格的市民 就可以在二零一七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主席,任何國家及地區的政制發展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演變,香港的政制發展也都一樣 基本法四十五條,就為香港提供了這方面的保障 並且列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戰進的原則規定的 目的就是要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穩步向前 不會因為走得太急、太快,以至影響香港整體的發展 損害港人的利益 主席,我深信民主政制的發展是要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 良好的政制、政治制度是要使到市民享有更優質的生活 主席,今次的政改方案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無論方案通過與否都會對香港的政改帶來深遠的影響 所以我亦都聯同業界四個學會舉辦了政改的論壇 聽取會員對今次政改方案的意見 並且將他們提出的意見和疑問向林鄭月娥司長反映 包括部分的會員表示不接受人大常委會提出的831框架 以及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除了進行政改論壇之外 我亦都在五月中至六月初 聯同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規約師學會 和香港園警師學會 就今次政改方案進行了會員意見的調查 綜合四個學會發出總共9755份問卷 總共收回3104份 包括有54份 是無效的回復 回復率是31.8% 當中表示接受政改方案的有1550人 比起表示不接受方案的1421人 是多出超過4% 雖然表示接受方案的會員佔多 但是有部分反對政改方案的會員認為 既然接受和不接受的人數相距不遠 所以是要求我 在方案表決的時候 投棄權票 不過也有不少支持政改方案的會員 希望我能尊重問卷調查的精神 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並以帶谷為眾 支持通過今次政改的方案 就本人的投票考慮 在不同的渠道和場合 包括在5月31日 深圳與三位負責政改的中央政府官員會面時 已經表明 作為建築、測量、規劃和原景專業選出來的立法會代表 業界的意見是本人的重要考慮因素 但是政改這個問題是關乎全港市民的福祉 因此社會不同的群組、階層的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必要綜合作整體的考慮 事實上,最近有不少團體和機構公布有關政改的調查結果 當中支持和反對方案的人數都是不少的 但是綜合而言,支持的方案比反對方案的人為多 這些都是市民對政改的意見是需要考慮的 主席,我曾經問我自己 這次政改方案通過和不通過,將會怎樣呢? 我覺得 對於那些追求理想的人來說 現在的方案可能並不是他們的理想方案 如果政改方案獲得通過 香港的政制發展 就能夠向前邁進 市民普選特首的願望 就能夠實現的同時 也都不會影響那些追求理想方案的人 繼續追求他們的理想 相反,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 不少市民對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願望就會落空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定定的普選時間表 也都會被摧毀 嚴重地損害香港政制向前發展 所以否決方案絕對是不明智 選人不離己的決定 對於有部分人擔心接受政府現時提出的政改方案 就是等於接受了一個終極的方案 但是我終觀過去政改演變的情況 察覺每一次特區政府提出政改建議 獲得立法會的通過 政改就向前走一步 反之就原地立步 所以我深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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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有關政改的爭拗 已經為香港社會造成嚴重的內閣 什麼都ANGSEQ contro 主席 陈道文明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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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近年投資 主席 anced mare 王國興議員 王國興議員